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道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剑衣对上凤青音的目光 微愣了下 没立即做出回应 凤青音看着这般的剑衣越发激动 两行热泪在脸颊上躺了下来 剑衣 我知道你嫌弃我 是不是 可你知道凤九儿她有多脏吗 你以为她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 爬上了多少男人的床 凤青音一脸悲痛 收回长职 剑衣 你被她骗了 我敢打赌 你最少是她第十个男人 而我呢 之前的一切我都是迫不得已 我 别说了 剑衣打断了凤青音的话 九儿不是这种人 我决定的事情不会再改变 若是你想一命换一命 那我的命去变好 我不会有任何的原言 剑衣 凤青音还是不死心 轻身靠近 她一身宽松的衣袍 将微微隆起的肚子给掩盖去了 剑衣急步后退 凤青音扑了个空 差点没站稳 凤青音站稳脚步 用力咬了咬牙 才抬眸 楚楚可怜地看着剑衣 剑衣 你对我真的没有 从来都没有 剑衣冷声打断道 再次见面 她才清楚了自己的心意 她对她只有感恩 哪怕是以前想带着她离开 也是想带她好 不辜负她 让她过上好生活 似乎除了这些 并没有其他 相比之下 她在九儿身旁的时候 过得更加自由自在 若是还想留下来 她当初也不会离开 看她去意已绝 凤青音也不再强求 她抬眸看着剑衣 眼泪婆娑的脸上 嘴角微微扬起 好吧 可我终究还是舍不得 剑衣 让我抱抱你 好不好 最后一次 让我好好地抱抱你 看着靠近的女子 哪怕感受到她的杀气 剑衣却没有任何退缩 这个情始终要还 那就让她彻彻底底 一次性还清 凤青音 靠近剑衣的同时 在袖口中掏出短刀 来到剑衣面前 她微微勾了勾唇 手持短刀 用力在她的心门处 刺了进去 剑衣浓眉一皱 嘴角立即涌出了鲜血 以后 我不再欠你半分 不远处的帐篷里 终于和湛玉衡 达成协议的凤九儿 狠狠松了一口气 太子殿下 我替鸭木城的百姓 感谢你 当然 我也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 不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若是在约定的时间之内 九皇叔还没有给父皇 一个满意的答复 战役 依旧会静行到底 你最好抓紧时间 战役衡 坐在桌案前 恢复了一贯的温文儒雅 就像刚才的失态 并没有发生那般 好 我知道了 凤九儿向前一步 拱了拱手 太子殿下 九儿先走了 告辞 战役衡 抬眸看了一眼 白了白手 凤九儿拱手后退两步 才转身离开 看着女孩轻快的步伐 战役衡有几分失神 凤九儿一脸愉悦 往外而去 却并没有发现 剑衣等候在说好的位置 想起她和太子殿下聊天之际 在帐篷后不远处偷听的人 她立即往帐篷后面走去 离开主帐篷 一路往前 凤九儿突然皱起了眸 她立即加快了步伐 拐进另一个帐篷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凤九儿紧皱着月眉 往前浮上了被血迹沾满衣上的剑衣 怎么会这样 看着她伤到心门 凤九儿心急如焚 早知道不让她一个人留在外面 她怎么就忘记了 还有凤青音这一号人物呢 单手搀扶剑衣 凤九儿在她的心门四周 点了几个穴道 别动气 要不然 你的血很快就会流光 走 我带你回去 凤九儿的声音刚落下 一阵阴森的笑声传了过来 凤青音 迈着轻快的步伐 举步走了过来 她的身后 只跟了一个宫女 九儿 我们又见面了 来到凤九儿和剑衣面前 凤青音冷冷勾了勾唇 你怎么还不去死 不是说 要还我一条命吗 视线落在剑衣身上 凤青音的目光 给人的感觉 就像在看着一只捶死的小狗一样 凤青音 你好狠的心 你要对付我 就冲我来 为什么要对剑衣出手 凤九儿瞪着凤青音 冷声道 哼 不过是一条贱命 根本死不足惜 凤青音 很自然地摆了摆手 跟在她身后的玲珑 在没人留意的情况下 转身往另一边走去 剑衣的情况如此 凤九儿也没有时间 在这里耗下去 她用力抓上剑衣的手臂 又要带她离开 凤青音却笑得更加邪美 哈哈哈哈 你们不想听听 当年我是怎么救这个傻瓜的吗 哼 想起来真是可笑 一个傻子 奋不顾身救了她 她居然以为救她的人是我 哈哈哈哈 凤青音看着垂死之人 一脸不屑 绝艳 你真的是傻瓜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 还会陪着你演这台戏 可惜呀 你居然愿意 做凤九儿的一条走狗 想起你在我身后 摇尾起怜的模样 不真是有些舍不得呢 哼 傻瓜配傻子 看起来也蛮合适的 既然你喜欢她 我便成全了你们 你死了 我会让凤九儿去陪你 放心 你说什么 剑衣气弱的声音响起 你是说 当年救我的人是 是九儿 对呀 凤青音一脸得意 点点头 为了救你 她的腿都几乎摔断了 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凤九儿 我真的要感谢你 感激你这个傻子 送我一条如此厉害的小狗 自己却将事前给忘了 凤青音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凤九儿 瞪着面前之人 冷冷一哼 剑衣的仇 我一定会帮她报的 在凤九儿 搀扶着剑衣 想要离开的时候 凤青音突然扑了过去 九儿 不要 不要伤了我的海儿 不要 剑衣重伤如此 凤九儿根本来不及多想 为了不让凤青音 再次伤及剑衣 她伸出掌一甩 掌风将扑过来的凤青音 推倒在地上 却不想 倒在地上的人露出了 明显隆起的肚子 我的肚子 我的海儿 疼 我的肚子好疼 盯着倒地之人 凤九儿的神色 愈发低沉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